台下近500位信仲欢欣鼓舞 聆听长信国乐团的音域演奏 不仅如此 当日还有许多表演团体 和台下佛光信仲一同饗宴 常驻非常的慈悲 让我们今天所有的佛光人 所有的义工能够聚集在一起 大家都非常的欢喜 我们所有的义工呢 都是匆匆忙忙的来去 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 能够400多人 四五百人能够聚在一起 参加这样的一个衰莫连仪 大家都非常的欢喜 佛光山常务副住持 会成法师立临现场 欢喜勉励信中 要保持共生共能的精神 评论讲堂住持有名法师 向义工们表示 现在一年在佛光山开山主持 幸运大师三好理念之下 期盼他们能继续落实人间佛教 去年我们佛光会的主题 就是叫做共生与共荣 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生活在一起 都是叫做共生共荣 你能够尊重我也尊重你 那么自然而然 我们的这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就有办法共同繁荣发达 付出自己的时间 体力 还有不失钱财 为的就是推动人间佛教 看到你们的身影 其实我内心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几年 佛光山 屏东讲堂 永远房事 还有所有的师兄 师姐 一步一脚印 让屏东 佛光讲堂 在地方都感受得到 我们佛法温暖 大家给予我们温暖 就像今天的太阳 一样如此的喜悦自在 2023屏东讲堂 岁目联谊完美落幕 众人满怀期待迎来新的一年 在佛光山的常驻 法师和信众的努力之下 期盼能带给社会更多祥和与怀期 人知卫视王上义高雄采访报导